16年电动风灌机调剂四平 先把电源开盘打开 然后升降开盘打到左边 扇母头开盘打到中间 如果罐子不捅的话 先把这个扇母 这个十九的那个开口帮 先把它帮松掉 往外面上 往外面拉一点 拉大一点 这边也是 16年电动风灌机调剂四平 先把电源开盘打开 然后升降开盘打到左边 扇母头开盘打到中间 如果罐子不捅的话 先把这个扇母 这个 这个十九的那个开口帮 先把它帮松掉 往外面上 往外面拉一点 拉大一点 这边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放个罐子 把这个月亮搬锁 把它这个搬松掉先 往下面降一点 降得多一点 然后把这个罐子放在这个托板底下 然后用点动开关 这里有个左边有个图轮 有个最高点 这个升到最高点 停止了 然后上母头开关打开 底座往上面松 往上面伸 往上面伸 伸起来 伸起来 那个片子 会转起来 然后用人工来抓一下 抓不住 这样抓不住 可以了 把底下这个大楼帽锁住 用这个月亮搬 把它搬剪 搬剪了以后 这个罐子已经剪了 然后再用点动开关 点一下 把它挤下来了 然后上母头开关关掉 第二步 还用刀的距离要调一下 还要升降 用点动开关 你要像刚才一样 升到左边那个图轮最高点 然后就用这个点丝 往里面点 左右的左右 这样左右的距离 大概两个毫米 刀架上下的这个距离 大概留一点点缝隙就可以了 然后再点 用点动开关 右边图轮这里 煮到最高点 也是同样 这个点是往里面点 这个左右的距离 一个毫米就可以了 一个毫米就可以了 这个刀上下的距离 也是这样有一点点缝隙就可以了 然后用水酱开关打到右边 然后用水酱开关打到右边 上母头开关打到左边 打到右边 然后罐子和这个瓶子 放进去 放一点水进去 然后用点动开关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封好完成了 这个已经封好完成了